儿子以前很听我的话 我是不会放弃学习服装设计的 下一期你从今天开始 你不是我的儿子 一个礼拜真的不够时间啊 我不想要破产 这个你也拿去吧 反正现在这个东西 对我来说也没有任何用 你为什么要那么关心我 连我的baby都不理我 你为什么要多管闲事 你想有所表现我能理解 但你知不知道这样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行程里 明晚九点八频道 你看了吗 还没有啊 不要再等了 每逢星期一记得在Togo观看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行程里 那年的我们 不不期待想看本周的剧情 你也可以上Togo免费忧心观看 以上节目是由